先不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目的立法院 先國國才剛才報道而已 民進黨立委現在已經完成聯署 要提案邀請總統去國國做國情報告 過去都是因為要結順 他們去正義 這次提案的立委吳秉瑞 表示說要結順 現在還不確定 只要馬總統輕來 就是看出現政力最上的第一步 雖然台南立委是支持要結順 不過國民黨立委是都反對 總統富士兵現在是回應說 一切是讓立法院做出關鍵 馬總統是尊重立法院委員的一款 立法院在完成報道 民進黨立委 這裡馬上出交 有朋友拿出 簽譜的聯署書 包括來年立委在來 已經超過四分之議提案的門檻 要請總統馬英叫國會做國情報告 有朋友說得是要採取這順的方式 要不確定 但是馬總統只要困難 打出這一步就是富士兵的表現 第一步之後 將來才會有第二步 如果以這個第二步到底做不做為理由 一直擋住第一步的話 那這個面對新民意做國情報告 這樣子的憲政慣例跨不出去 永遠進不了 如果馬總統來 我不能質詢 那他自己對著媒體去總統府錄一錄就好了 他來幹嘛 總統如果來那是不是接受質詢 總統如果來那是不是接受質詢 就亞裔的行政院長那個地位 我認為那是不對的 可是總統如果願意到立法院來 那我認為是有助於這種立法院跟總統府之間的關係 總統府這一邊是尊重立法院的職權 那麼也要等到立法院這邊做出正式的決議之後 府這邊再來做進一步的回應 總統府要等立法院做新冠軍 致民黨和國民黨的態度完全相似一樣 都支持總統跟國會報告 不過不需要這順 不過建議可以學美國 讓總統在國會報告之後 有時間讓蔡亞黨做回應 現況很受到原規定 立法院每一年這回的時候 可以聽總統做過情報告 當然是要做出搖槍 要由立法院來冠軍 記者收看比股台北報導